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回國後 立即澄清他在北京發表的 有關與美國分開的言論 說他所說的 與美國分開並不是要切斷與美國的聯繫 只是想在外交政策上脫離華盛頓 他在訪問中國期間說 社會領域交流除外 他要在軍事和經濟上脫離美國 他這番說曾受到當時在場 中國高級官員的股掌學彩 杜特爾特星期五結束了 對中國四天國事訪問後返回菲律賓 杜特爾特總統內閣深夜抵達家鄉達沃市之後 立即對他的言論予以澄清 他說 他說他說的分開實際上是指外交政策的分開 他說在他當總統之前 菲律賓總是遵照華盛頓的意思行事